婚姻是一场博弈,更是一场人性与人性的博弈 它是一场反人性的结合,更像是人与人的合作 很多人却非要弄成爱情的样子 婚姻的结合随着时间久了,男女的爱都会消失,只剩亲情 如果你依然觉得婚姻就应该是爱情的模样,只能说你未过情观 还未被扎心的人性垂击 婚姻的本质就是底层男人传宗接代延续相伙 中层男人找帮手,上层男人找厉害的队友强强联合 而渣男骗财骗色 男人的成熟和阅历跟年龄不是成正比的关系 跟他的人生经历相关 一个人的外在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有没有搞事业的能力 很多女人总想着找那个与我们灵魂相近,同频共振的人 这本身就是几率很小的一种理想状态 大部分人的婚姻往往因为误解了对方的人性而走在一起 又因为了解了对方的人性而分开 女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幻想着嫁给爱情 后来经历了感情的磋商 创造一个家庭,孩子就是他们的产品 幸福就是他们的利润 就像创业,很多家庭经营 没三年五年就倒闭了 为什么恋爱的时候比较快乐 婚姻却成了爱情的坟墓 因为恋爱是两个人的,结了婚就是两个家庭的事 你要照顾双方的父母,要面对人性,要面对家庭的现实压力 还要承担孩子的教育,还要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 所以如果你是为了爱情去结婚 那基本都会失望的 把婚姻当成找个人搭伙过日子 反而可能会觉得挺幸福 感情的真相就是谁重感情,谁受重伤 婚姻的本质是为了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劳动力 并不是因为爱情 婚姻法也从来没有要求人们为了爱情去结婚 只是人们自己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必然结果 婚姻本身的价值就是为了资源整合 嫁错人和不嫁人都不是婚姻的核心本质 一开始,婚姻就是一场各取所需的博弈 价值对等的男人或女人在婚姻中才能过得幸福 没有独立的思想就缺少主见 没有独立的事业就缺少自尊 没有独立的情感就缺少自信 说到底,实质就是强大自己 拥有可以让自己不惧怕任何结果的实力与底气 越早清醒,越早认清婚姻的本质 越容易获得幸福 婚姻是一场博弈 无论是这场博弈的开始还是现在的状态 都是需要纠缠和斗智斗勇的 在这场婚姻的博弈中 最好的结局莫过于永远和对方保持势均力敌的状态 很多女人都会说她不爱我了,她变了 姐妹,你要知道 人和人之间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 靠的是共性和吸引 而不是压迫、捆绑、奉承和一味的付出 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动 一个成功的婚姻 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在这种情况下 夫妻之间的感情和精神共鸣会很容易建立起来 使得两个人变得更加亲近和相互依赖 但是,人生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 在这些问题和挑战的面前 夫妻之间的关系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 这个时候,要保持势均力敌的状态 就显得尤为重要 说得更直接些 你得有独立的经济能力 你想,一旦没有经济基础 又没有强大的职场能力 你进入婚姻这个围城 就是一种折磨 本质上就是自杀 你的经济不独立 你结完婚以后容易变成一个佣人 而且是合法的佣人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你也很难得到你公婆你老公的尊重 因为你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 那么你在家庭的地位就很弱小 因为夫妻之间它没有血缘关系 只有共同繁衍后代 经营生活项目只有这么一点点的关系在里面 包括很多女性被家暴了 她都不敢离婚 为什么 她不是离不开这个男的 是她害怕离开了这个男的 她没有钱 没有收入 这是核心问题 没有经济独立的能力 结婚就是一种折磨 你没有精力去战斗 没有时间去成长 没有真正的得到尊重和爱 你要知道 婚姻的价值是互相匹配的 我们要做的是一加一大于二 而你长期不学习 关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 本质上就是退化 外面有什么新鲜的事物 你一无所知 你离开职场太久了 你的刀都生锈了 一个没有刀 或者说刀生锈的战士 他被淘汰 他被战场驱逐 他被二加一 那是迟早的事情 因为你没有奋起武装 自己的能力了 落后就要挨打 你过了一两年 生完孩子 你就会被嫌弃 首先呀 你婆婆就会受不了你 你和她的这个家 所有的人都没有血缘关系 你很难处理好 这些个人际关系 有些人觉得 就是我在家呀 我把地脱得干干净净 把衣服整理得干干净净 把孩子张罗得有条有理 起个名字 就叫全职太太 你这个不叫全职太太 你这是全职保姆 你PK的对象 根本不是你老公和你公婆 你PK的是你当地用人的 平均租金 你实际上对标的是 一个全职的保姆 就是我雇一个用人 我要花多少钱 所以你很容易 被社会的价值观 给淘汰掉 可能我说的过于残酷 有点难听 但是你想想 你没有太高的利用价值了 绝大部分的全职太太 或者第一次嫁给老公 嫁为人妇的她 没有做女人 没有做妈妈 没有做老婆的经验 她没有所谓的保持独立呀 有一个独立完整的人格呀 什么保持学习 保持进步 扯犊子一样 你很快就会被柴米油盐酱醋茶 公公婆婆 老公孩子的四重压力 压得喘不过气来 放弃你的职业 全身心地投入在家庭这个战场 你不熟悉 变相地把你囚禁起来 在一个空间不到200平方的地方 你要开展工作 而且要照顾四个老板 你的孩子是你的老板 你老公是你老板 你婆婆是你老板 你公公也是你老板 你一个人伺候着四位爷 你有这个战斗经历吗 你情商高吗 你在公司里面没结婚之前 都是个小透明 你都是配角的对象 凭什么你在家里面地位就起来呢 你别做梦了 他们只会更加变本加厉地欺负你 把你当成佣人 一旦没有经济基础 没有强大的职场能力 你进入婚姻这个围城 本质就是自杀 为什么现在离婚率这么高 是我们在一边追求独立的过程当中 没有独立的能力 口号是我要独立 女性自强对吧 让你学个技术 没时间 让你搞钱 没时间 让你离婚吧 还有孩子 你废了 也就是说 现在的结婚 就是把你变成废物的一个过程 你还要结婚吗 你还想当全职太太吗 对不起 时代变了 当然这是分人群的 这种人是什么呢 没有经济实力 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把所有变强变美变富的期待 全部交给男人的女人 这类人不适合做全职太太 只有离开了这个家 离开了这个男人 他依然活得很好的女人 他才适合结婚 因为他随时拥有 从头再来的能力 有转身的实力 永远有选择可做 只有这样的人 才有进入婚姻围城的勇气 才更适合结婚 最后 祝所有的女性 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